屏東縣放寮香陽姓婦人叫來梧桐瓦斯 隨即鎖門在客廳引爆 消防隊趕至現場灌救 記者潘西中翻社分享 屏東陽姓婦人昨天上午一旦 周圍又叫梧桐瓦斯到住處後 要搜瓦斯的蔡姓老闆赶快去廣播 要大家快點跑 隨即放瓦斯點燃 強烈的氣爆讓陽婦命上客廳 臨近四名宅門窗變形 玻璃碎裂 她兒子說母親罹患私教師調整 警方和消防局調查 楊姓婦人55歲 予已成年的兒子住在放寮香 移動兩層樓透天措 楊婦領友身心障礙手冊 十多年前離婚 不時到派出所報案 指控前夫兒子偷竊 楊婦昨天上午以半桌為由 向瓦斯行叫梧桐瓦斯 蔡姓老闆上午十一點駕車送底 楊婦說放在七樓 她會自己搬進去 蔡接著問 不是要辦桌嗎 總鋪師呢 對方冷冷回說 在樓上睡覺啦 並把前賽進蔡的口袋裡 蔡見楊婦把瓦斯桶搬進客廳 接著拿著打火機 逐一打開瓦斯桶開關 蔡喊說你不要想不開 準備進屋阻止 楊婦造一部關門繁瑣 高聲回說快點去廣播 要大家快點跑 蔡擔心車上瓦斯桶遭波及 趕緊把車開走 隨即屋內就傳出氣爆巨響 蔡回想當時直呼生死一瞬間 嚇死人了 聯合報提醒您珍惜生命自殺 防治專線0800788995